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呢 重新生产历史知识 创造一些新的社会价值 这一阵子我个人的成长很大 跟我们的团队在修复当中遇到的问题 不管是从技术面的 更重要的是从一些美学和伦理的角度的 哪些是要修 哪些是不要修 薛明贵 王宝川的这个结果 同时我们伴随了一些出版品 让大家知道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是为什么 南一大里透过了设立一个研究所的一个 一个从学术的角度 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和知识系统 我不断地要去跟民间业者有联系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过程当中的记录很重要 也就是说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只要团队一有问题 一有一些争议 那摄影机就必须出现 可以把那个过程做一个充分的讨论 也把讨论过程给记录下 等到影片出土 再把出土的影片拿去给当事人分享 或者是再重新从出土里面 找些问题再问当事人 那很多的很多讯息 会有很多的价值重新产生 依照以往我们的认知 在修复伦理上 是不做破坏性的修复 那些影像 其实那些刮痕都大部分都存在 那就是因为一种连续性的刮痕 是没办法做修复的 除非你去破坏它 我们会把原始的拷贝 点藏着 也会把原来的扫描档案也留下来 也会留着现在修的这个版本 上面有刮痕的版本 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去做一些 把那些刮痕去除掉的一个版本 这只是为了要来流通 看到那个客家话的声音 跟那个演员的对嘴 好像不是对得很上 所以我在怀疑演员是不是用台语在唱 然后配音才是用客家话 那他为什么这样做 是哪一个公司把它配成了客家话 这都是上代考剧 而且里头用到音乐 我都听到是非常熟悉的大陆的音乐 所以这些事实上 这就是media archaeology 你可以回溯去一点一点的去排除 或者说去接近 你可以找到他那个时间点 来源之处是曾经经营客家 其实经营戏院的一个老板留下来的烤杯品 有没有什么样客家的元素 发生在何基民或陈陈山 两位一个是导演 一个是拱垃圾的团长 目前也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讯息说 有人提议要把它配客 那就如同刚刚金老师讲的 可能是为市场的考量 市场考量这部分是确定的 影像修复 维护保存建党 这事情其实是应该国家要做的事情 现在弄到电影中心 就你们知道有没有 对这个部分的预算编略 电影中心其实我认为 它的核心是电影 是影像维护资产保存 是档案的这件事情 什么样的编织在扩大 那个影像维护的东西不能消失掉 我正在南台湾筹划一个电影博物馆 需要有一个博物的 维护的 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 以电影资产为核心的 我不搞国际宣传 我就是搞电影史 缺这个东西 就由我们来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